改编自韩寒同名小说的电影一座城池 9月16号是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首映室 主演房祖明王泰丽等主创班底是一起亮相的 片中的房祖明出演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角色 是的 就在当天的发布会现场 房祖明更适合片中另外一位主演王泰丽 互曝青春炯是特别玩世不恭 引得现场笑声连连 房祖明更是自己爆料从前自己是如何追女孩的 为了配合自己在电影中的形象 房祖明当天身穿灰色休闲西装 黑色牛仔裤搭配白色球鞋 儼然一副学生模样 说到自己的大学时代 房公子大房曝光 称自己当年在学校里